大家好,我是蘋果熊 今天我們來做滷雞爪 先將薑切成薑片 切好後裝入盤子裡 加入蒜 蔥結 兩個八角 一勺乾花椒 八塊冰糖 全部備好後放一旁備用 準備雞爪900克 先剪去指甲 全部剪好後清洗乾淨 裝入鍋裡 倒入涼水 水能摸過雞爪就可以了 加入兩片薑 一勺料酒 倒鍋燒開以後撇去浮沫 繼續煮兩分鐘 兩分鐘以後撈出 倒入涼水清洗乾淨 然後撈出 再一次放入鍋裡 倒入之前備好的蔥薑蒜 八角 乾花椒 冰糖 再加入兩勺生抽 再加入兩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料酒 一勺蠔油 一勺黃豆醬 能吃辣的 還可以在這裡加點皮線豆瓣醬和乾辣椒 味道會更好 倒入1000毫升涼水 最後根據個人口味 加入一點鹽 我這裡加了一勺鹽 翻拌一下 使調料混合均勻 然後蓋上蓋子 大火燒開以後 轉中火燉30分鐘 30分鐘以後 我們的鹵雞爪就做好了